姐 我收的六块鸡蛋 为什么咱放鸡喊的六块鸡蛋 是不是有两个头来来了 哎呀 给豆切了 鸡给豆都不喊了 咱今儿吃了鸡蛋 炒鸡蛋 六块 好像有点少 要不然咱吃草药又擦擦吧 可装四家妈吃了我想吃了 也行了 我要吃油脂版的 炒了点鸡蛋和甜 嗯 好煮的 姐来我弄你回个啥吃吧 回个啥 嗯 玩乐玩乐 那是啥 鸡蛋找来的做鸡蛋回来也 好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丑姐 今天我弟弟要是炒鸡鱼擦擦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炒鸡鱼擦擦 咱们先鱼擦着把鸡鱼擦好 先把鸡鱼擦擦擦 擦好的鸡鱼倒水洗一下 把上面的碟粉洗掉 洗好以后两根水分 也把鸡鱼洗了两遍就好了 搬上面粉 让面粉均匀的裹在鸡鱼擦上 我们搬的把面均匀的裹在这个鸡鱼擦上 一丝一丝的这种 就让它拖到一起 这么整出来的鸡鱼擦擦就不会染到一块 搬好以后 烧锅 改煮蛋黄折20分钟 折好来出锅 我们往开拖一下 这个好的鸡鱼擦擦擦我量量整 我们来准备配菜 等会擦鸡鱼擦擦油 我准备一点胡绿辣椒 鸭醋和一个火腿 还有鸡蛋 我们把鸡蛋打了 把鸡蛋打散杯肉 辣椒切成丝 鸭醋也切丝 锅腿切成条条 再来切点葱花蒜末 都准备好了 炒鱼擦擦的方法有很多种 大家在炒的时候 可以放任意自己喜欢吃的菜 比如豆芽呢 油菜呢 什么都可以放 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的方法 就给我采口 现在我们就开始炒 先烧油 油热把鸡蛋炒出来 炒完鸡蛋以后再来点油 油热放葱蒜 先把葱蒜炒香 先把葱蒜炒香 先火腿 把火腿也炒香 加入配菜 放花椒粉 姜粉 再来点芭蕉粉 先把菜炒出来 下入芭蕉粉 下入芭蕉粉 放盐 来点老抽 再来点水抽 再少来点鸡精 再来一勺老干嘛 不喜欢吃的朋友可以不用放 先翻炒一下 最后放入鸡蛋 来点自然粉 全部翻炒起来 炒香就可以出锅了 炒香就可以出锅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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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还做了一回 去年年纪做了一回 不要好想 哈哈 还做得吃饭 嗯 因为我做了一回 我还想拌点辣子 我也想吃了 嗯 我还想拌点辣子 我感觉还不够辣 我也要 拌上辣子就是小 拌上辣子就是小 我感觉还不够辣 我也要 拌上辣子就是小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 这个鸭鱼叉叉叉 是我们赛北非常出名的一道小吃 鸭鱼叉叉 结果家家户不应免自己都吃了 而且在饭店里面 还有烧烤摊上 我们最常会叠着吃这个 草鱼叉叉叉 嗯 是 好吃的 尤其是加上鸡蛋和火腿 嗯 就太小了了 嗯 哈哈 我们这儿油脂摆的草鱼叉叉 就是加上鸡蛋和火腿 就是咱跟上夜市太太来的香 嗯 包括在咱们庄里面 其他人一起喝夜 吃过鱼叉叉叉 我感觉你炒的就最好吃 知道 嗯 吃了 哎呀 找盒子嘴巴变起来 哈哈哈 你喝了开心 不是真的 真的是最好吃的 拿一下可以没来 就来一碗 这就太太脆了 拿来一碗 我还要来一碗 这牛肉不来 不用来都给你包上来 那我都包上来 那我都包上来 今天是不是够多的 我喝点米 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会像的 对 感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的帮忙点个关注 再点个赞 再展开一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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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